《道德教育佳言录,不幸中的大幸》 1984年3月5日,宣化上人对学生的开示 同学们,人生最好的时候就是二十岁以前的时期,即所谓黄金时代 在这时期,本有的佛性还未失去,清静的自信仍然存在 此时若能跟着好人在一起,就会做个好人 若是跟着坏人在一起,就会做个坏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所谓近诸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 若是遇到良事异有,就能学到真正的学问,端正品行 反之,遇到不守规矩的师友,就会受他们的影响,成为不守规矩的人 小者成为害群之马,大者则为社会的败类 切记 你们的自信好像纯洁的白布 染之于苍则苍,染之于黄则黄 你们在这样优越的环境读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利益社会的人 改善社会的风气,要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同学们,你们多数是从国外来的,经过颠沛流离,抛家去国的痛苦 在动荡不安的时期,能有特殊因缘,来到万佛圣城读书 奠定做人良好的基础,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因为万佛圣城御良小学的教育宗旨,乃在培养 优良的学生,使他们知道如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选择良友,及忠于国家 培得中学的教育宗旨,是培养学生有道德的观念 知道理、义、廉、耻、四维的道理 将来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这是万佛圣城办学的本怀 你们既然获得这样好的读书环境 就应该爱惜光阴,爱惜生命 还要爱惜一切众生,一切物质 不要把黄金时代宝贵的时间空过 不要看小说、电视 要努力用功 所谓,口而送,心而为,朝于思,夕于思 口中念这本书,在心里要思维书中的道理 早晨想着书中的道理,晚上也想着书中的道理 时时时刻刻不忘所学的书 时时刻刻要温习所学的书 在论语上说 温固而知心 温习旧的书,而能得到新的学识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是求学问的时期 除了帮助家里做事之外 就是要好好读书 把握光阴 不可浪费 古人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你们看看 光阴多么宝贵啊 所谓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在黄金时代不读书 到老的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了 同学们 你们在少年时 就遇到这些灾难 背景离乡 投奔自由 在路途上流离失所 苦不堪言 遭遇种种的痛苦 才到达平安的地方 这乃因你们在往昔生中 不知修福修会 或者给人灾难 令人有痛苦 因此便得感受今日的苦难 这都是前因后果的业力所感 虽然你们年纪还小 但以饱长灾难的滋味 如果再不发菩提心 不知用功读书 将来的前途 即在意料中 黑暗多光明少 你们明白吗 现在你们在万佛圣城读书 知道不争 不贪 不求 不自私 不自立 不妄语 这六大宗旨 懂得做人真正的精神 这是给你们改过自新的好机会 创造光明的前途 不要空过 要深深了解这个重要性 这是你一生幸福的关键 现在你们来这里 除了运功读书外 若能再把握良机 时常修持 诚心念佛 拜佛 参禅 静坐 这样的修行 就能得到超群的能力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甚至神族通 或者漏静通 现在只讲四通 于二通以后再讲 何谓天眼通 在地球上能看见天人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清清楚楚 无障碍 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儿童 在屋内既能看见墙外的东西 又能知他人手中所藏的是什么 这就是天眼通 也就是透视作用 何谓天耳通 可以听到天人讲话 又能听到佛菩萨讲话 或者能听到几千里外人的谈话 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大陆上有些儿童 靠听觉就能知纸上所写的字 事先将字秘密写在纸上 他放在耳边一听就知道 百事百重 并非猜测 这些感应乃是他们前生修来的 有善根所致 但若没有善知识的导引 一过童年便会失去此种特殊的功能 何谓他心通 就是对他人心中所想的事都能知道的清清楚楚 通达无岸 何谓宿命通 能知他人过去的因果 如曾造过什么善业或恶业 皆能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们若能认真修行便能获得这种特殊的能力 又能开大智慧 证得便才无碍的神通力 中国大陆有这种奇特超群能力的儿童 可惜没有懂得这种技能的人 所以把这些神通的人才都埋没了 对佛教来说 真是不幸之志 若是能积极培植这些小神通 使之发展起来 就是现身说法 令世人对佛教另眼相淡 一如噩梦初醒 觉悟佛法是救人救世的宗教 你们在万佛圣城读书 如果再能专心一致来学佛法 相信都有机会得到这种专门的能力 此并非迷信 而是真实的 好像电视 雷达 收音机 电话 电报等 亦有天眼通 天耳通的功能 但这些是人为的神通 而非自然的神通 若是有参禅所正得的神通 乃是任运自在的神通 只要你愿意 也可修到这种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